2022年10月5日 劣质文山市市长候选人David West 与华文媒体及社团代表举行座谈会 表示自己如果连任 将继续带领劣质文山市政府 做出积极的改变 劣质文山市是他选择生活 工作和建立家庭的地方 无论是过去八年认识议员的时候 还是现在作为劣质文山市长寻求连任 这是我认为非常深刻的事 我会谈到这一会儿 但谢谢 我非常欣赏 我非常感谢 最终最终最终 谢谢大家 每个人的一位 今天来到这里 我一直在议议 但我一直在议议 我已经成为了个小船 我曾经成为答案的 我认为了很多年 在社交媒体的社会上的社会 Mayor Barrow也有提及的事件 我们也有他的生日子 他昨晚的祝福 他在社交媒体的社会 但一件事 有很多事情 他在社交媒体上 是 Mayor Barrow 他在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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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情 我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情 我认为 建立社交媒体 是非常重要的 Michael Chan 提到 建立社交媒体 和其他社交媒体 和其他人 在《Richmond Hill》的案子 是做了 大概200多万人 我们需要一起建立社交媒体 我们需要 作为一系统 公司需要作为一系统 但一部分的组织 是在社交媒体 提醒 你们在社交媒体 是在社交媒体 我们需要 当天现场参加座谈的还有 前安省厅长万锦市区议员候选人陈国志 争取连任的列志文山区域议员候选人陈志辉等 据了解 David West 2013年被任命为第四区议员 并于2014年和2018年再次当选 2022年1月 他在前市长代夫巴罗退休时 参加补选成为市长 他一直强调听取社区意见 并及时为社区提供有关倡议 David是艺术的忠实支持者 以倡导环境可持续性 David的承诺 作为一名选区议员和现任市长 David喜欢称自己为仆人领袖 一直希望为这座城市提供最好的服务 他说无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容易还是困难 我坚信 列志 文山是一个适合工作和娱乐的好地方 以及为兑现承诺所付出的一切 我想成为领导者 10月24日 我希望继续做你们的市长 实际上